男主挂哥是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修鞋匠 除了会修鞋 貌似其他的都不会做 这天挂哥一如既往的在店里面修着鞋 突然进来了一个长相凶恶的男子 黑哥 黑哥不仅炫耀了自己多有钱 还嘲讽挂哥穷困潦倒 临走前 他叮嘱挂哥下午六点前把鞋修好 会过来取 黑哥走后 挂哥一边修鞋 一边哼唱着 我是一个小鞋匠 修鞋本领 很强 结果缝纫机坏了 看来本领还是不够强啊 他只好把以前的老款缝纫机拿出来修鞋 鞋也修好了 但是到了六点 黑哥却没有来 挂哥看着黑哥这么好的鞋 心里很是羡慕啊 趁着黑哥没来 挂哥赶紧试穿了一下 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挂哥竟然变成了黑哥的模样 这可把自己吓坏了 他赶紧穿上其他人的鞋子试试 可自己还是没有变身 事实证明 只有穿上那台老款缝纫机收过的鞋 他才会变成鞋子的主人 于是挂哥用老款缝纫机疯狂的修鞋子 这样 挂哥就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人了 他还能变成已经死亡的老大爷 连挂哥自己都被吓一跳 他甚至还穿上了女性的高跟鞋 只不过有些重口味 这天 挂哥心中的女神 拿着男朋友的鞋子过来修 挂哥乐开了花 心想 要是穿上女神男朋友的鞋子 那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于是到了夜里 挂哥穿上女神男朋友的鞋子 去酒吧潇洒 果然长得帅就是好 很快就有美女来搭讪 这可把挂哥的虚荣心满足了一把 之后挂哥又来到了女神的家里 两人打算放飞了自我 关键时刻 挂哥掉链子了 因为不能脱鞋啊 吓得挂哥仓皇而逃 自从能够变身之后 挂哥经常去吃霸王餐 吃饱之后 直接进厕所换双鞋变身走人 简直太方便了 为了满足老母亲的愿望 挂哥穿上了父亲的鞋子 变成父亲的模样 和母亲见上一面 第二天 完成愿望的母亲 满怀幸福地离开了人世 这让挂哥很是消沉 而这时 隔壁善良的理发店老板 走过来安慰挂哥 果然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天 许久未见的黑哥 来到了店里拿鞋 黑哥不仅皮肤黑 脑子也黑 他对挂哥出言不逊 还嘲讽了挂哥的母亲 挂哥实在无法忍受 决定报复他 于是挂哥变成了 各种人的样子 跟踪黑哥 再确定了他的住所兵力 变身成黑哥的档子 进入黑哥家里 还找到了一把电棒 可能挂哥想知道 电棒有没有充电吧 于是订了一下自己试试 结果挂哥电晕了过去 当挂哥醒来后 准备离开时 正好碰上回来的黑哥 两人一见面奋在眼红 此时老鼠老虎 傻傻分不清楚 两人直接对干了起来 挂哥毕竟有主角光环啊 利用电棒把黑哥电晕过去 直接把他绑在椅子上拷问 而且还问出了 许多的名贵手表 挂哥拿走手表后准备离开 却在门口碰到了 黑哥的两个手下 挂哥只能以黑哥的身份 跟他们一起走 几个人找到了 房地产女老板做黑交易 还获得了一笔钱 拿到钱后的挂哥 再次回到黑哥的家里 没想到黑哥已经挣脱了绳索 两人又一次对干了起来 打斗过程中 挂哥失脚 用高跟鞋把黑哥踢死 杀了人的挂哥 内心十分害怕 于是第二天 他就去警察局自首 当警察来到案发现场调查时 却并没有发现尸体 于是就把挂哥 当神经病处理了 一脸懵逼的挂哥 回到鞋店后 发现房地产女老板 给的那包钱 和高跟鞋就在店里 这可把挂哥激动坏了 但他并不打算 要这笔不易之钱 于是他变身成一个女人 把钱交给了女老板 但女老板并不鸟他 甚至叫来两个小弟 押走挂哥秘密处决掉 在押运车上 挂哥直接换上了 死亡老大爷的鞋子 这可把两个小弟给吓尿了 不出意外出了车祸 挂哥趁机逃脱 之后挂哥又变身成黑哥的样子 去黑哥女友家 归还黑哥的东西 可他刚一出门 又被女老板的人抓住了 眼看又要陷入危险 没想到又来了个车祸 最后却看到了隔壁理发店的老板 老板告诉了挂哥事情的真相 原来理发店老板 就是挂哥的父亲变的 因为老板早期 也是靠变身来获得不少钱财 所以才隐瞒身份 躲避仇家的追杀 当然所有的钱财就属于挂哥了 最后两个开着好车奔驰在马路上 电影到此就完结了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特殊能力 你最想穿上谁的鞋子 欢迎您的神评论